社会上真的是处处有温暖 端午节就快到了 16日上午观天下有线电视 特别准备了白米油沐浴乳等生活物资 送到公所要送给贫困的家庭 希望他们也能够开心过端午 再过两天就是端午节 观天下有线电视公司 16号上午是带着30盒的生活物资 要送给贫困家庭 当天是统一收到公所 再由公所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观天下有线电视 特别在端午佳节前夕 来到公所这边 把我们特别准备的民生物资 捐给地方上比较弱势的民众 希望透过公所这边的协助 把这份善心交到最需要的人手上 非常感谢台湾大宽评 观天下有线公司 今天由周总经理率领所有团队 来到我们汐止区公所 人家说每逢佳节被试轻 但我觉得观天下有线公司 是每逢佳节它就被试 我们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户 所以今天它也跟以往的每年一样 也准备了很多很丰盛的 这些食物跟用品 希望来转赠给这些 最需要帮助的人们 生活物资箱里头都是一些生活用品 有白米、油、盐、沐浴乳等等 当天将爱心送到公所 希望让弱势家庭也能够温馨过节 观点下有线电视公司 就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怀付出爱心 市值区长也特地颁发了感谢状 并且表示会敢在端午节前 送到需要的人手上 各行各业所捐赠的这些物资 那三星人士捐赠的物资 那我们会依照这些捐赠者的要求 送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上面 那我们也会通知他们到公所来拿 那如果不方便的话 我们会送给他们 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付出 不过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个心意 以及希望引发社会有钱有利的人士 能够多多关心地方上比较弱势的民众 他们需要的是大家的爱心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心关怀 可以让社会的力量 社会的爱心可以发散出去 那再次感谢公所这边区长 还有公所同仁的帮忙 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心可以发散出去 民生必须品小小心翼 却是满满的爱心 观点下有线电视公司 希望让贫困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开心过端午 建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